公元1140年,金国四回梁国合约,请全国之兵再一次大聚南钦,直逼南宋首都杭州,但就在淮河边的顺昌城,宋军将领刘奇大败完颜勿逐十万大军,那么刘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如何巧识妙计,以少击中,大败金军的呢? 请继续关注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讲述梁宋风云第二十二集,顺昌大节 宋金天眷义和之后,两国化合为界,相安无事的局面刚刚维持了一年,公元1140年,以完颜勿逐为首的金国主战派, 就找借口撕毁和约,请全国之兵力再一次大举南下,短短一个月,金军就重新占领了河南陕西两地 然而就在金军抢渡淮河之时,宋军将领刘奇率领军民死守顺昌城,并且巧识妙计,以少击中,大败十万余金军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顺昌大节 那么名不见经传的刘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如何巧识妙计,以少胜多,大败金军的呢 而完颜勿逐,又为什么要执意攻打南松呢 请继续关注北京市海添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 讲述两宋风云第二十二集 顺昌大节 上一讲,咱们讲完颜勿逐,他应该说被黄天荡穿闪两战 被南宋的战斗力惊呆了,被打怕了 既然他被南宋打怕了,他为什么执意败盟用兵 这个其实正是完颜勿逐高明的地方 我为什么要打你,为了我们金国的生存 完颜勿逐后来怎么评价这个宋朝啊 完颜勿逐说了这样一段话 宋若败盟,任贤用重,大举北来 乘势汉中原人心,复故土如反掌,不为难以 如果我们不打他的话 他要有朝一日,他这个转了 他把这个河南山西的地儿好好精明一番 他要是转了,实力增强了 他如果败盟,任贤用重,大举北来 趁势汉中原人心 中原百姓 我们只看那个宋朝人的这诗词里边写的这个 南望王氏又一年 中原富老望京旗 这种词比比皆是 如果他这个样一来 他撼动了中原人心,复故土如反掌 他收复这些地儿就太容易了 那我们大金就怎么样了 就完了 所以我们不能给他这个喘息的机会 我们必须要打着他跪地求饶 狠狠给他一下 让他跪地求饶 一仗定千古工业 这样才能做到两国相安无事 敢战者方可言和 金军大军逆南下 势如破竹啊 很快 那一两个月的功夫 原来的河南陕西 还给宋朝地儿就被收回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宋朝没有在这儿设立守卫力量啊 原来不要设嘛 结果没来得及 这个射守卫力量 金人就败蒙了 金军就来了 金军一来这些地儿很快就给占领了 金军所到之处 守城的宋将基本上都是大开城门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基本上都是热烈 所以金军很快收复了之地 然后开始南下 杜淮河印马长江准备要打了 完颜勿竹得意洋洋 这一仗将会给赵构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 然后两国就可以议和了 完颜勿竹率领着金国大军再次大举南清 一路上功无不克战无不胜 很快就重新占领了河南陕西等地 一直打到了淮河 矛头直指南宋首都杭州 但是完颜勿竹万万没有想到 就在淮河边 金军遭遇了一连串的重创 最后只好退回汴梁 那么究竟是谁打乱了完颜勿竹的禁军计划呢 没想到这个完颜勿竹这次南下 栽了一个大跟头 在哪呢 顺畅这个地方 今天的安徽境内 是谁让他栽了个跟头呢 这个人还真不出名 前面没提过 叫刘齐 刘齐这个人呢 他是进军统领 所以这个时候 当这个金军一南下 本来还给宋朝地 又纷纷被金军占领 皇帝急急忙忙 任命这个刘齐为东金副留守 没武兵可调啊 因为这个各路人马 韩家军 岳家军 吴家军 人家都在自己的驻地防守 无兵可调 于是就招当年的这个太行山的八字军余部 就脸上刺字的那个八字军余部 三万多人 再加上殿前司三千人 让刘齐带着这些人 从杭州出发 长途跋涉上千里 宋军可是以步兵为主 赶到这个东京步防 没等赶到 东京就已经失守了 因为金国骑兵 行动的速度比这个宋军快多 所以这个刘齐就到了这个 屯军于这个顺昌 就今天的安徽府阳 到这个地方 屯军 屯军之后 这个金国军队就开始南下 刘齐带着八字军 此番北上 本来是打算什么呢 就是说 做长期驻守之计 因为皇帝任命 他为东京副留守 所以我带兵北上 我准备驻守东京 在这一驻守下来 我就不打算走了 因此宋军士兵 就又是那种老毛病犯了 就是随军带着家属 老婆孩子 爹妈全带着 军队三四万人 算上家属就十多万 所以为什么他速度慢 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老若妇孺的行军 当然慢了 所以到了顺昌这个地方 今天的安徽府阳 到了这个地方 下一步怎么办 马上就要跟金军干仗了 大家都没做好思想准备 虽然八字军当年在太行山抗金 赫赫有名 时过境迁 所以这个时候 金军大军南下 八字军心生畏切 有的将领就主张 干脆咱们怎么样 咱们撤吧 皇上没让咱们打仗 皇上让咱们驻守东京 现在既然东京已经被金军占领了 咱们驻守东京这个任务无法完成 咱就应该回去跟皇上交令 不是我们不去驻守 是被金军占了 您又没让我们去打金军 所以我任务完成了 咱就撤 让这个士兵掩护家属先撤 刘奇一听这话非常生气 没等刘奇发作 爷爷大将也站起来反对 说这可不行 不经一战咱们就撤 咱八字军的脸往哪搁 咱们每个人你撩起头发看看 咱脸上还有这八个字 赤心报国 誓杀金贼 你不是赤心报国 誓杀金贼吗 现在金贼来咱就跑 再者说咱们是跑得了 家属怎么跑 这些老弱妇孺们怎么跑 你说掩护这些老弱妇孺 就他们的行军速度 他能快得起来吗 金国人都是骑兵 要追上咱们的话 咱们拼死一战 老婆孩子可以都跟着一块玩 所以这个时候咱绝对不能跑 应该坚守顺畅 打退金军 大家都安全 刘奇一听非常高兴 我也是这么想的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本来到东京去任职 现在东京虽然丢了 咱们奉天子之命 镇守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绝不能丢 我要与敌人誓死一战 成王与王 我一决 再延退者定战不饶 八字军将士 这血性就被激发出来 也是 当年咱们跟着王大帅的时候 跟金军大小数百战 什么时候咱怕过他 那个时候的金军咱都不怕 这时候的金军算什么 跟他拼了 然后刘奇就开始做战手之策 城墙上搁置了各种守城的器具 把老百姓的民房门板拆下来 挡在城墙上防止敌人射箭 把城外的民房全部烧毁 把老百姓迁进城来 城外的民房烧毁 以免敌人利用民房做掩护 进攻城池 然后刘奇这个技艺已定 就在这做坚守之策 虽然刘奇说服手下的官兵 一起死守顺畅城 并且严密部署了防御攻势 但是金军铁骑来时有军 而宋军只有三万余人独守孤城 真是厚无援兵前有强者 那么一旦战争真的打了起来 刘奇能够有什么办法 来抵御能争冠战的金军呢 金国大军很快就来了 领头的呢 葛王完颜庸 他当时呢 是带了这个三万多人 来这个包围了这个顺畅城 他领着兵包围了这个顺畅城之后呢 就向刘奇劝降 结果刘奇非常大意凛然地拒绝了他 宁死不详 完颜庸一看 下令金军将士攻城 金军将士攻城呢 就是先是放箭 我们讲那个游牧民族打仗 他是最擅长使用的弓箭的 弓马贤手 一排一排的这个武士冲到城底下射箭 刘奇早有防备 那城墙都竖着门板呢 所以您射吧 帮帮帮帮帮一射 全射在门板上 门板抬下去把箭拔下来 我还能使 诸葛亮草船借箭 刘奇门板借箭 还能使 几轮箭雨过去了 这问题就出来了 这金国的箭用完了 每一个战士一般就是了不起的的话 身上带两壶箭 一壶大概是三十支 每个战士最多身上就背六十支箭 快一射 射完了 而这个完颜庸的部队它是先头部队 葛王所部是先头部队 跟主力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这个军需共用后勤吉养可能跟不上 射完了 葛王就只好扎营 刘奇一看敌人扎营 好 该我大显身手了 刘奇怎么大显身手 他挑出五千精锐 编成五队 一千人一队 一队一队的出城 跟敌人厮杀 那么一队出城厮杀的时候 那四队干嘛 城墙上支上大锅 煮肉 熬避暑药 所以一队出去厮杀的时候 剩下那四队跟这吃肉 喝解暑汤 天很热 夏天天很热 吃肉喝解暑汤 吃得饱饱了 然后刘奇一摸 铠甲晒得发烫的时候 冥金收兵 那一队撤回来 回来吃肉 喝解暑汤 再派出去一队 只要一队在外边打仗 剩下几队就在这吃肉 喝解暑汤 所以宋军吃的饱饱的 解暑汤 灌的足足的 天再热也没关系 天再热也没关系 他只要一摸铠甲发烫 我们的铠甲烫了 金国人的铠甲也烫 金国人他可没肉吃 没人给他熬肉 他也没人给他炖肉 也没人给他熬解暑汤 他是杀的是人困马乏 所以宋军就玩这种车轮战术 出去一波回来一波 出去一波回来一波 葛王要不说他也就是不织兵 你不会把你的人也分开 但是他后勤供应不上 他没想到这一点 所以等于让宋军的车轮战法 打了个七魂八素 云头转向 然后葛王夜里扎好了营 刘奇派武士趁夜结营 给他炸营 武士结营是非常注意技巧的 不在乎杀掉敌人多少 他也不会去很多人 因为漆黑的夜里那会儿也没有什么夜市器材 打仗全凭经验 不在乎杀多少人 杀敌其次 扰敌是最主要的 你这打了一天仗 人没有粮食 是马没有草料 人也没吃 马也没喂 圣夏季节 身披重铠 那什么感觉 好不容易到晚上天凉快了 我想睡一觉 刘奇派人来了 我就是一个人不杀你 我敲一晚上鼓 甚至我放一晚上泡上 搅得你一宿没睡 第二天 你这个眼皮都上眼皮下眼皮都粘到一块去了 你还有劲跟我打仗吗 如是折腾起回 金军就退兵了 金军一退 遇到完颜勿竹率领了主力军 完颜勿竹非常生气 怎么搞的你们 这小小一座顺畅城打不下来 夸夸就给了领队的大将的两鞭子 大将特别不服 说今天的宋军可跟当年的宋军不一样 说如果元帅您要不信 你可以帅兵去看 你去看看宋军什么样 结果完颜勿竹说 是吗 我去看看去 完颜勿竹领个兵就去了 刘奇虽然首战告知 打退了完颜勿的三万几军 但是完颜勿竹又亲率十万大军 前来攻打顺畅城 刘奇深知 完颜勿竹身经反战 是金国赫赫有名的大将 而且完颜勿竹手下的主力部队 更是勇猛善战 如果宋军和完颜勿竹正面开战 肯定会吃大亏的 于是刘奇设下一个绝妙的圈套 那么完颜勿竹会上当吗 完颜勿竹领个兵 走到万道上 遇到了刘奇派来的俩人 刘奇派了两个小孝 胆大心细小孝 说你俩建造金军之后 样装落马 就是你建了金军 一看金军来了 你驳马就跑 一荒从马上掉了 被金军生擒 金军如果审你们的时候 你们这么说 回来之后 齐功一戒 这俩没问题 齐了马就出去了 一遇上金军大队 赶紧就我往回跑 往回跑就掉了 掉了被金军逮着了 金军一逮着他 完颜勿竹就审问这俩宋朝小孝 说你们的统帅刘奇 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然后这俩人就说 刘奇太平子弟 高干子弟 他爸爸就是将军 他也是将门之子 太平子弟 唯号声色拳马尔 他就喜欢声色拳马 浪淡公子一个 完颜勿竹一听 我来对了 我来对了 这太好了 我就爱打这人 这人太好打了 说顺昌小城 我一脚能给他踢飞 我拿足尖踹 能给他踹倒了 这有什么好打的 有什么不好打的 于是完颜勿竹 帅这个大军就开始南下 这个走到半道上 又遇上了刘奇派来的史臣 这回刘奇是派来史臣了 不是那个假装被逮着的那人 史臣来了之后 就见完颜勿竹 完颜勿竹说 你小小的顺昌城 我一脚就能给踹倒了 你还不赶紧投降吗 结果这史臣说 我们刘太尉说了 他绝对不会投降 而且刘太尉知道 您胆小 不敢过淮河 我们在淮河上给您搭了五座浮桥 让您过来 您过来之后 咱们决战 完颜勿竹都给气乐了 我还不知道你们这统帅是什么东西 高干子弟 这个只好声色全马 全无作战经验 我正好拿他开刀 你还给我建武座浮桥 你以为你诸葛亮了 你跟我摆空城计 你那压根就有一空城 完颜勿竹非常高兴 那行 我就谢谢你了 你跟刘齐说好了 我马上就到 让他等着我 然后金军就开始过浮桥 过浮桥的时候 盛夏细节 人也渴 麻也渴 难免就喝河里的水 一喝完这河里的水 出事了 是人口土白沫 马伏地不起 这怎么搞呢 刘齐在河里撒了药了 刘齐在哪那么便宜的事 完颜勿竹有点太轻敌了 刘齐先是挨兵之计 把完颜勿竹给引头给勾上来 打这人好打 然后又激将法 我们太尉知道你不敢过河 给你搭了桥了 完颜勿竹说 岳飞这么说 要韩世忠这么说 你都敢这么说 我一定要过来 一过来必然上大 河里有毒药 河里有毒药 刘齐嘱咐宋军士兵 就是渴死 也不能喝河里的水 所以宋军士兵没有喝河水的 再说宋军士兵也不用喝河水 城里边咱们煮着肉 咱们熬着解暑药 咱没必要 咱没必要 金军远道而来 他不喝的水不行 他这一喝 战斗力就大打折扣 安颜勿竹也不明就里 他哪知道是刘齐在河里撒了药了 他那就是暑热天气 造成的士兵大面积中暑 所以怎么办 先扎营 大营一扎下来 刘齐又拿出好戏 趁夜结营 而且这一次结营 刘齐只派出五百赶死队 这五百人绝对都是武艺高强 致生死于不顾的这些人 五百赶死队 古人结营 他是有讲究的 人贤眉马斋林 人贤眉 人随着要含一根树柜 怕你说话 其实他要吐出来说 也不知道 反正人贤眉 贤眉是军令 你吐出来是伪军令的 马斋林 马脖子上挂着鸾铃 武将骑着马脖子上挂着鸾铃 跑起来非常好听 非常好听 要摘下来 就出声了 甚至马蹄 因为马蹄上有马掌 有体铁 要用布给包裹起来 刘奇这回偷营 人不用咸眉 每人发一竹哨 干嘛 每人发一哨 他是趁着雨夜结营 大雨天 漆黑的夜里结营 而且他告诉这些宋军士兵 因为这些宋军士兵 他都是那种武艺高强的 不是一般的士兵 进入金营之后 伏地不动 只要一个雷一响 召见金军士兵 上去就给我砍 砍什么样的 留辫子的 清朝人不是留辫子 女真人是鞭发的 留辫子的 宋军绝对不留辫子 你们看见辫子兵就给我砍 这肯定砍不错 你不会杀错自个人 因为宋军他不留辫子 只要一个大雷一响 上去砍 一下就把这个 砍一个算一个 五百人你给我砍一个算一个 砍完之后 这雷一过去 闪一过去 马上伏地不动 漆黑一片 金国人找不着谁砍的我 是吧 找不着 下一个雷 下一个闪 再打之前 再上去砍去 但是因为宋军士兵 他砍金军的时候 他是各自为战的 你再砍的话 你的部队怎么集合 嘴里不有这竹哨吗 吹哨 哨声一响 我就知道组织在哪了 我就赶紧去 奔着哨声都去 大家都吹哨 金军士兵就晕了 这哨声响成一片 我哪知道宋军主力在哪 他就晕了 只要一打闪 就出了一帮王命徒拿刀砍我们 这个闪一过去 漆黑一片 这就再也找不着人了 这帮人都跟地上啪的 一动不动 啪的一动不动 所以你想这一晚上 给金军给折腾的 死了多少人 这个可能没法统计了 没法统计 反正天一亮 天一亮 金军一看 满营的尸体 都是流辫子的 那几乎可以讲 就最起码是宋军 没有人阵亡 最起码没有人阵亡 你看也可能有个别人阵亡 让同伴的给 不能把战友的尸体留在这 人家给抬走了 满营的死尸 都是流辫子的 你想金军 什么时候吃过这么大的亏 这完颜雾竹这大话吹出去了 这小破城 我一脚给他踹倒了 还没等你踹呢 几百个大便子脑袋没了 面对完颜雾竹的十万大军 刘奇巧设妙计 两军还未开战 就已经折腾的完颜雾竹 人阳马帆 等到完颜雾竹安营扎寨之后 又派骑兵夜袭 一夜之间 竟然杀死金军数百人 大大打击了金军的士气 但完颜雾竹 毕竟是一名百战名将 接下来 他会采取什么样的反击行动呢 完颜雾竹非常生气 天一亮之后 亲率主力亲军出洞 不等工程占据运到 完颜雾竹急于报复 连工程的那些什么撞车 什么敌楼 什么拍时机 这些东西都不等了 因为那个东西它很慢 它那会儿都得靠人推着前进 靠人推着前进 速度非常的慢 所以它重型的工程器具 离着主力部队还很远 十万大军就回了顺昌城 金武竹派出了自己的最最最精锐的部队 就是所谓的铁浮屠 浮屠就是塔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铁浮屠就是铁塔 有的评书演绎小说家一说 铁浮屠好像是铁炮 不是 是重甲骑兵 史及记载 这个重甲骑兵什么样 这帮人戴铁头盔 铁兜某 周臂坠以长延 脖子什么地方都有护着的那种铁片子 就有点跟后来我们现在看的影视作品 日本人戴的帽子 后面不是有那么一个 他可能是防晒起那么一个作用 人家这事确实护静的 坠以长延 而且三人为武 冠以为锁 三匹马用绳索连在一起 每进一步 继以巨马拥之 巨马就是木头做的 成这种形状 一般干嘛 放在大营前面 削尖了 对敌子那头削尖了 尖木桩 防止敌人的骑兵冲进来 如果骑兵一冲 这个巨马正好刺破马的肚子 所以叫巨马 拦着这个马 所以金军的铁浮屠每前进一步 后边的人就抬着这巨马 你前进一步 我就搁在这 你再前进不 我搁在那 所以你铁浮屠只能往前进 退不可却 你没法退 你一往后退是巨马 巨马就把这个马给挑了 所以等于是怎么着 打起仗来 铁浮屠就是赶死队 有进无退 不死于镇前就死于军阀 要不就被敌人杀了 要不就被自己人杀了 你说你是被敌人杀了光荣 你还是被自己人杀了 自己人杀了 你就是叛徒了 你被敌人杀了 你弄个烈士 你看着办 因此铁浮屠只能往前进 而他们这一身重甲 人马都批重甲 所向披靡 战无不胜 没有哪支军队能挡住铁浮屠 三千铁浮屠 然后一万五千拐子马 所谓的拐子马就是轻骑兵 打仗的时候 铁浮屠中 往前推 拐子马两翼包抄 拐子马是轻骑兵 人马不披甲 然后强功应武 鲸鱼骑射 只要一开战 拐子马居中 铁浮屠中 拐子马两翼包抄 宋军士兵是步兵 步兵 变换阵形 周转 没有骑兵快 正面的铁浮屠上去 旁边的拐子马先放箭 就把宋军的士兵排的阵形就打乱了 古代的战争特别强调的是阵形 你单一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 特别强调这种阵形 阵形一乱 基本上就败局已定 我们现在看很多历史剧 因为他没见过古代打仗什么样 一打仗就是双方的兵冲到一块 然后就开始乱成一锅就互相打 那是打架 那不是打仗 打仗是要保持阵形的 保持队形的 看将帅的帅棋 帅棋往哪指 听筋骨 你得这样打 你不能凑在一块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那想退兵都退不了 他为什么明金就能收兵 我的阵形不乱 我跟敌人一脱离接触 我就可以收兵 你要都插在一块 你怎么收兵 所以金军的拐子马一射箭 你这个阵形就乱了 你阵形一乱 铁扶屠再一踩踏 那就不是战争了 那就是屠杀了 砍瓜切菜一般 就把宋军都报销了 所以这一次完颜勿逐 把自己的看家的本领 铁扶屠拐子马全拿出来了 那跟那个刘琪绝大 完颜勿逐由于太过清体 掉进了刘琪事先设好的圈套 一仗未打 却已经损兵者将 于是完颜勿逐恼羞成怒 骗刚刚亮 十万金军就开始围攻顺畅程 而且完颜勿逐 他派出了他的精锐部队 铁扶屠和拐子马 那么面对金军强大的攻势 刘琪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将会如何以少胜多 大破金军呢 刘琪看到啊 这个金军的布阵 那么有的这个部将啊 就跟刘琪就讲 说咱们啊 这样雷公专打软豆腐 这个柿子咱捡软的捏 咱先打谁呢 先打韩长义军 韩长不是一只眼 曾经在跟宋军作战瞎了一只眼 金武术手下的大将 把他打败了 武术丧胆 这事都完了 刘琪听了之后 摇摇头 绝对不能这么干 为什么不能这么干 说这个 即使击败了韩长义军 武术精兵冲击 势不可挡 我们应该集中力量 猛攻完颜勿毒的忠军 秦费先秦王 只要他忠军一动 其余各路金军不在话下 绝不能先打韩长 打 咱就先打这最狠的 捡这硬插子来来 所以这个 刘琪手下军士一听 是这么回事 太尉说对 好 先捡这个金武术来 然后招募赶死队员 肉吃饱了 解数药也喝足了的 赶死队员 一千多人 你们 这样 这个 他不是分成五队吗 有吃肉的 有出去杀人的 凡是出去杀人的人 不用说话 不要张嘴跟敌人说话 一张嘴跟敌人说话 你这士气就泄了 你现在就想 金国人 逼得我们无家可归 我们的祖居 祖坟 祖先的卢木 我们全在 金国的沦陷区 你想 你跟金国人多大仇 这将士想想 眼泪都下来了 我跟金国仇打了去了 好 就要这个气氛 出去 绝对不要跟金国人说话 不要看金国人 你别看他 盾牌遮住身体 手持长刀大斧 只管砍马蹄子 他不是骑兵身披重甲吗 马蹄没有甲 你马蹄子没劈甲 马蹄子没劈甲 你就给我砍马蹄子 他不是三匹马连成一块吗 你砍断一个马蹄 这撒马全倒 他那一身重甲 掉来 他站得起来吗 他站不起来 所以第一队上去给我砍马蹄子 第二队上去干嘛 手持勾连枪 枪上带弯钩了 勾连枪 挑他的亏 挑他的铁盔 他不是铁盔罩着就露俩眼 不是 你砍他脑袋不是没法考 他一掉来 把铁盔一砍掉 第三排刀手上去剁脑袋 就干这件事 所以这宋军将士 被刘锡给鼓舞起来了 满腔的愤怒鼓舞起来 城门大开 一出来二话不说 剑马就砍 金国人就晕了 原来打仗 他们没见过这样的 那个时候 可能是 双方打仗之前 还得来将通明 还得说两句 我是谁 你是谁 互相再骂两句 还得 互相羞辱羞辱 对象 怎么来这么一帮人 二话不说 抡刀就砍 然后后面 马上了 勾连枪 马扎刀 就全上来了 一下 大败 金军 金军 就退下了 没见过这样的 万人勿竹一看 这一仗啊 说金军被杀掉了将近三万人 说这个金军 弃尺必马 血肉枕极 车骑弃甲 鸡如山腐 勿竹平日所示 以为强者 十损七八 此时枕极 此人死马枕极 丢的武器军旗 堆得跟小山似的 完颜勿竹 平时靠着称雄的主力部队 就是他这个铁浮屠和拐子马 十损七八 完颜勿竹这回可是 怎么说 就是 献大了 老百姓讲话 他有多大脸 他献多大眼 献大了 本来的牛皮吹出去了 小小的 顺畅 我一脚就能给你踹倒 结果这一踹 顺畅没倒 他人马倒了一地 所以这个时候 完颜勿竹 下令 撤军 不能再打了 顺畅打不了了 回到了宋朝的故都汴京 完颜勿竹虽然败回汴梁 却还想重整军马再战 但是经过顺畅一战 金国人四场惨重 军心动摇 甚至有些金国人 已经开始收拾金银财宝 准备退回北国老家 那么顺畅大捷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威慑力 顺畅大捷 对于送金关系 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时候的大金 真的是谈不上有多厉害了 咱甭说别的 就完颜勿竹 拼尽了全国之力 尽起全国之兵 南下灭宋 实在是到了什么程度 蜀中吴大将 廖化作先锋 到了这种程度 当年灭辽 灭北宋的那些个百战民将 那些个金国的皇族们 那些完颜们 全都不在了 全都去世 你包括完颜昌 什么 完颜宗旺 完颜宗干 这些人全都不在了 所以他跟他一块南下的 这些个金国大将里 先锋官 没法提 一个孔延州南宋降将 原来是南宋治水军的降将 一个李成 就是被岳飞打得 差点没跳牙的 把骑兵哥步兵那 把步兵哥骑兵那 李成 再一个就是咱前两讲 讲的淮西军变 都是投过去那个立穷 合着金国这几个大将 全是宋朝降将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完颜 葛王完颜雍 也就是金朝的第五代皇帝 金世宗 当时是在完颜戊主 帐下 做将领上 葛王 也没听说 以前当大军 平辽灭宋 根本他就 那时候还在幼年 不显山不露水 可能没怎么上过战场 所以你看完颜雍竹用的这些将就能看出来 金国这会儿确实是战斗力极大的已经下降了 金国唯一能打的就是这个时候就剩下完颜雍竹了 结果完颜雍竹还打了这么个大败仗 金国人认识到跟宋朝是没法交手了 不但准备弃中原 甚至准备弃烟云十六周 这个时候 刘齐如果趁势北上 是很有可能收复东京变梁的 但是朝廷下旨 退守镇江府 顺昌城在淮河 镇江在长江边上了 所以等于宋军不但没有趁势再收复失地 相反由淮河边上退到了长江边上 所以失去了一次收复东京变梁的大好机会 其实这个时候双方已经明白了 谁也吃不掉谁 战争的目的其实是一样的 战破河 都是说通过战争的手段 迫使对方坐到谈判桌上来 如果双方实力相等的情况下 如果双方实力相等 谈判是有用的 谈判就是实力 谈判是谁会谈 谁能说 这是有用的 如果双方的实力不等 实力就是谈判 咱们过去老讲这么一话叫弱国无外交 城下之盟 你有什么谈判的 你有什么可谈的 当年金军打到汴廉城下 要什么你得给什么 五百万两金子 五千万两银子 牛马一万头 太原河间中山三镇 宰相亲王为人质 人说什么你得同意什么 城下之盟是没得谈的 你只有在战场上获得了胜利 或者至少跟对方打一个平手 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谈 所以咱们说 当时宋朝获得了很大的胜利 顺昌大节 金仁夫 丧魂落胆 打了一个取了一个很大的胜仗 为什么高宗皇帝不让刘奇继续进军 因为他和完颜勿逐 有一点上是心照不宣的 哪一点心照不宣的 完颜勿逐啊 还有一个杀手锏没使出来的 你不把他逼 他不使这个杀手锏 而宋高宗最害怕的就是完颜勿逐使这个杀手锏 官方现在亲照不宣 咱现在是常规战争 没打到撕破脸那份 如果一撕破脸 完颜勿逐一使出这个杀手锏 对于宋朝的打击 对于南宋 对于赵构本人的打击 是致命的 那么这个杀手锏是什么呢 我们下一讲再讲 谢谢 岳飞率领岳家军攻军深入 与完颜勿逐决一死战 一直打到了 北宋故都东京变远不进 眼看收复故都中兴大宋在即 就在这关键时刻 宋高宗却连下十二道金牌 命令岳飞立刻撤军 高宗皇帝 为什么要岳飞立刻撤军呢 请继续收看 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 高级教师袁腾飞 讲述两宋风云 第二十三次 功亏一篑